1997年5月14日晚 三和平發生了一宗空洞全港的同黨殺人蕭斯岳 14個13至17歲全部都未成年的少年兇徒 合力虐待一位化名叫做阿雞的15歲人士 甚至有人將阿雞倒吊起來玩人肉打裝機 最後阿雞就雙重不治 詩集的同黨是燒了他的屍體 企圖去毀屍滅跡 負責審理這宗案件的法官王健秋 他在判詞上也有說 他說這次事件是一項令人震驚的罪行 同黨所作所為是很惡毒、很無人性、極端殘忍和暴力 他也說案件裡的首腦都是危險人物 他更加強調文明社會是絕對不容許這種殘暴的罪案發生 所以就要判與被告具阻嚇性的懲罰 13個被告之中 6個謀殺罪名成立 其中4個人被判終身監禁 另外5位被裁定嚴重傷人、襲擊傷人和誤殺罪的被告 分別判了3年 另外2人就判入教導所 我看黃健秋法官說這番話 其實完全適用於黑暴的時候 你看看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同黨所做的事情 一模一樣 辯方律師在求情的時候 香港大學的心理學家的分析報告有說 他就說案中的青少年受鼓 漫畫和電影的暴力影響 草奸人命 以為這些虐打的手法是不會死人的 青少年長期模仿 然後也學會了這些暴力破壞和滋擾的行為 他看慣了會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他對這種暴力的接受程度是高的 我從政之前就是看到黃毓民那些 在我立法會尾音說髒話 開始變半家例 其實剛才我們有心理學家也有說過 你對暴力的容忍是越來越高的 你第一次看到黃毓民扔東西 可能你覺得怎麼搞的 他扔了10次 她扔了小姐不硬的 就是扔杯 是吧 你扔了10次就覺得沒什麼東西 都是這樣扔 那次汽油膽大家好像當妹妹都扔了 長期容忍而產生的一些對暴力的包容越來越強 所以暴力就越來越厲害 當時也很驚訝 香港人不是那麼暴力 路人家被人專門打到頭上 金水堡的士司機就很明顯了 有個伯伯已經被人打著圍偶了 然後有個女生不知拿了一張 好像類似摺燈一樣 那種兇殘 是不是搞錯一個女生之家 他不認識你 沒有的 不是殺父仇人 為什麼好像跟他十年九仇 當年的同黨就是因為 在屋邨裡面的黑社會影響 裝古惑仔很帥氣 現在這個年代就玩政治很帥氣 明明自己犯法都說我被人政治迫害 就好像戴了個金鐘罩 同黨欺凌問題其實在香港都纏繞了一整二十年 欺凌問題就一直都沒得解決 專家都有分析過 他們喜歡互相模仿對方 去得到認同 其實黑暴那次都是這樣 大家都旺嗎 我什麼都要跟著旺 都是一班比較年輕 就是那個年來一定是衝動一點的 朋友說什麼 一起去 好好好 那些大律師都說沒有問題 那些立法會議員又說OK 他們說會保護我們 甚至乎我們也知道有些個案 就是以為到時就算被人告 律師都會過來保護他們 後來有些就說是發現 最後為什麼會收我錢 不是說是免費的 律師費在說幾十萬 所以其實大家經過這麼多事 都真的要想一想 首先我們要judge那件事 就是說你是不是犯法 你犯法就是犯法 沒有什麼違法 那些人完全是騙你們的 否則他應該自己不拿包 去剷判別人 如果他覺得沒問題 他自己不會慫恿你去做 其實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